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亦反弹得很厉害 所以这些国家都会受惠 例子在这里 包括象牙海岸 尼尼亚等等 这些真的很少看 你不看就不知道 尼尼亚 埃及那些全部 腰有超过七厘 是的 很多都是七厘半 主要是不是真的要看着商品 影响他们表现的最大因素 是 埃及就不是 埃及就是他们将来 会不会有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亦要考虑 但他们最近都比较稳定了 但是埃及就是将来 当疫苗继续推出的时候 全球的人去多点飞 去旅游的时候 埃及那时经济就会反弹 好的 这些要继续看着整个形势的发展 如果大家有兴趣这些市场 都可以 连向你们的基金公司 或者银行 了解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产品 可以让你投资 不过始终我是比较稳健的人 就是有时 这些比较高回报 亦涉及高风险 我都不介意持有 但我都想我的股票 可以diversify一些 平衡一些 那Jonathan刚才说 可能一些高腰的相关 都可以持有 比如十几个百分比 都可以 那其他那些是怎么继续的 你觉得 我想我们目前是会建议 平衡的意思就是 你有些防守性的资产 以及有些攻击性的资产 那就是进取一些 高息一点的资产 那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 下半年的经济状况会如何 就是万一Delta的情况 真的继续恶化的话 那如果你持有些防守性的资产 那就会有助减低风险 那我们最喜欢的防守性资产 目前然而言是 美国国库券 好 当你听到 就是早上打开报纸 昨晚美股跌了多少点 那你通常会也看到 国库券就升了多少 是的 资金流入债市避险 是的 所以我们这里就有一个 例子 一个平衡性的组织 大概有23%的国库券 那里就可以提供 避险的功能 那赚值那边就是 其他三分四 那仍然有很多高收益企业债 大概24%左右 但是刚刚我也提及到 新型市场 那个息率是相对比较吸引 那里也有大概13厘左右 那之后呢 就有一些证券化资产 我们刚刚提及到CRT 但是也有其他的 比如说商业 按揭抵押证券 还有有些叫CLO 那边呢 CLO和另一个 就是刚刚提及到CRT 那CRT和CLO都是浮动利率的 所以那边是可以 manage 可能 加息 加息 的风险 那所以我想 这个组织 都会挺适合 一般想赚息的投资者 我想这个组织 可以大概赚到 4.9厘息 到今天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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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